翔哥可以幫我們講一下今天您擔任洪威姐的 好像是第一位分身 對 然後這個 就今天看到您剛剛很用心的佔接口幫他拉票 那還有直斗也是他的助理 曾經是洪威姐的助理 那可以幫我們講一下今天擔任他分身的一個心得 其實因為洪威太過操勞 然後他確診身體不舒服 那我是非常的擔心 那所以我昨天特別打電話給洪威說 我說我很擔心 我說那這樣你如果沒辦法跑行程 我想說就主動來幫你的分身 來幫這個洪威來接頭演講 那所以我就找了直斗 因為直斗曾經在洪威跟我的辦公室都當論過助理 那也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好的老師來指導這個直斗 所以在王洪威那邊洋子斗學到非常多的一些問政的一些經驗 那也這次順利的當選了台北市議員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真的 因為我在議會跟洪威也共識了四年的時間 所以知道王洪威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一個名代 那麼在台北市議員這16年的服務扎實的經驗 那一定是他將來能夠接替蔣萬安在這個中山跟北松山的選區 已經下來了這個立法委員的服務工作 所以在這邊我們今天下雨天 但是我看到民眾都非常的熱情 那因此我們今天鼓勵大家1月8號一定要站出來投票 因為立法委員補選其實最大的挑戰 不是單純只是你個人的這個條件 還有包括就是主要有投票率的問題 因為補選的投票率比較低 所以在這邊一定要不斷的提醒所有的愛護洪威 也愛護蔣萬安的好朋友們 那這次的選舉1月8號要記得這個日子 1月8號我們在中山跟北松山一定要站出來力挺王洪威 那王洪威過去在尤其在問政上的戰力真的是有目共睹啦 那對民進黨也產生了很大的一個監督制衡的力量 所以愛護戰將也愛護這一個優秀的一個民代 那讓他能夠更上層樓 他可以發揮更大更大的一個服務 那也能夠發揮更強的監督力量 立法院需要王洪威 那強哥你怎麼看就是 因為吳怡農他現在在抱怨說 國民黨全黨打他一人 然後說他好像變得像稻草人一樣 他剛剛上午也有說 就是他不滿說國民黨有些文宣 講他是農包 那這個 就看強哥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如果齁 自己不是農包 就不用怕人家說他是農包啦 所以基本上進了廚房就不要怕熱 如果吳怡農對於就是大家對他的一些 就是監督或者一些檢驗 如果覺得這麼不舒服的話 去問問看過去被民進黨霸凌的這些人 相信我覺得王洪威受到霸凌也非常的多 然後各種各樣的人身攻擊 那實際上這次大家對吳怡農 事實上我們都是從他的言行來檢驗 所以吳怡農也不要抱怨了 你去看看賴清德吧 你們的網軍威風到 連賴清德都被打成中共同路人 那請問你還有什麼好抱怨的呢 等一下強哥就是說 因為您算是 因為洪威姐算是女戰神 那其實您也是有目共睹的男戰神 之前也是有被這個民進黨就是網軍出征過 那但是現在國民黨好像醞釀一個世代交替的氛圍 像議長改選也是戴錫心獲勝 那您還有帶著這個子弟兵直斗 就是怎麼看國民黨現在在新陳代謝 有一個世代交替的這個現象 過去很多人都會說年輕人不支持那個國民黨 那我覺得這一點國民黨也是確實要很深自的反省 所以我們看到這兩三年 風氣已經在慢慢的改變 那國民黨對於隨著年輕人的一個提息 我想很多世代傳承的工作都在加速的進行 那我覺得這也是讓社會大眾看到 國民黨一個新的活力 那包括這一次像楊子斗 那我自己也提拔了三個年輕的助理 平均年齡不到三十歲 台北的楊子斗 雲林的陳芳穎跟台南的蔡忠豪 事實上我就是深感於過去國民黨長期被人家詬病 就是沒有做好世代的傳承 沒有做好年輕培養的工作 那這些我覺得都不是喊口號 就要身體力行的來做 所以這一次我想 那鴻威能夠進到我們的立法院 然後包括很多的新秀進到了市議會 那這些都是象徵 國民黨未來會有很多新的活力 那指頭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今天擔任鴻威姐的分身 您覺得如何 首先我們一樣是早起貪黑 對於選舉就是這樣子 所以吳威農為什麼被大家說農包 他過去在站路口的時候 竟然是選了九點到十點這個時間 而且還常常放記者鳥 我覺得農包不是一日造成的 如果說要怕別人去檢驗你 那就不要做這些農包的行為 所以這一次我跟強哥 我們出來幫鴻威站台 其實也是擔心他的選情之外 也代表鴻威議員真的是在議會或是在政界 也是人緣很好很正派 大家都很願意團結來幫忙 謝謝 謝謝 高鴻安請教授 首先我覺得民進黨過去 在司法的力量上 在選舉面就是早撫斑斑 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個國家機器的力量 我講一個自己切身的經驗 那當然司法最後檢驗如何 我想高鴻安他應該會去說明 也要去面對未來的司法程序 大家還記得我以前在選舉的時候 然後我都是靠小額募款 結果呢 我的小額募款有一天 監察院竟然說我違法 然後說要罰我六萬到一百二十萬 那說是什麼違法 說我有一筆小額捐款 金額是三百零六元 你沒有聽錯是三百零六元 不是三百零六萬 說這個捐款是與法不合 我其實當場很傻眼 就監察院查我三百零六塊 那陳明文的三百萬他不查 他查我三百零六塊 更扯的是 最後我行文給台北市民政局 來確認這一筆三百零六元的捐款 到底合不合法 台北市民政局回覆是完全合法 所以不管高鴻安案件如何 民進黨主政之下的國家機器 已經完全淪上了公信力 這才是今天最大的危機 所以因此我覺得高鴻安 就是要去面對司法程序的一些檢驗 但是民進黨你主政之下 你攔指的所有的國家機器 到底經不經得起檢驗 這才是最大的問號 會不會覺得民進黨就是故意在他就職前 做這個大動作 然後讓他無法順利就職 然後新竹市長就很困難 我要特別說 就說當然事實的真相如何 說真的他有待去釐清 可是我目前國家機器的公信力的沦喪 才使得說今天有各式各樣的陰謀論質疑 這陰謀論質疑也許是錯的 但也許是真的 為什麼會讓大家覺得說到底是錯是真 我沒有把握呢 就是你民進黨嘛 你民進黨過分阿把霸凌濫用國家機器 濫用各種司法的資源去打壓在野者 濫用監察院去打壓羅志強 我請問你經過這一連串的 所謂的栽贓抹黑打壓迫害跟壓迫 我還能信任民進黨主政下國家機器 抱歉我不相信 好 謝謝大家